狐狸割金清军策失败 简中乌有 白高兴一场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简中乌有啊 即简体中文圈 支持乌克兰 但同时亲美且不同程度的反中的那帮人 非常奇葩的存在 疫情期间呢 这些人就非常的活跃 当时呢 他另外一个论调 说呢 美国啊 生产 生产力多么强 美国呢 有医院船啊 医院船多少艘呢 28条还是35条 不知道 就是人家一查呢 美国只有两条医院船 然后呢 有33条呢 在简中的这个中文圈里 这帮人啊 在这藏着呢 啊 他们不给放出来 这么一回事 所以这次呢 乌克兰这个 这个战争一爆发呢 他们又开始呢 支持乌克兰 开始吹乌克兰 把乌克兰都吹上天了 之前说呢 有这么一句话啊 反战不反美 那就是耍流氓 这句话呢 有必要解释一下啊 这里指的反战是什么呢 就是反对广义的战争 广义呢 就是反对战争 然后狭义的呢 就是反对俄罗斯 跟乌克兰的这场战争 也就是说呢 这些反战的人呢 他们所谓的反战啊 经常有一个论调 有几个论调说 我呢 我是反对战争的啊 我反对战争呢 我就反对俄罗斯 跟乌克兰的战争 然后呢 他经常会把这个俄罗斯 跟乌克兰的战争呢 比较什么呢 日本侵略中国啊 经常会干这种事 然后呢 这个里边的反美是什么呢 是指呢 你要一视同仁 如果你反对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 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 你同意这个 那么你就应该反对 美国对伊拉克 南联盟的入侵 以及美国西方 对第三世界的 无理干涉 并支持全方位制裁 美国和西方 也就是说呢 你不要双标 而且这些 而且这些支持乌克兰的 很多一部分人呢 他们是啥呢 一边支持乌克兰 一边支持美国 的确呢 我现在必须要澄清一点的 就是说 挺污反美 或者是那个 支持中国 同时也支持乌克兰的呢 我也遇到过 虽然呢 他们是极少数 这极少数 就是很多人说 有人 有没有人说 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但是同时他反对美国 入侵伊拉克呢 有 但是呢 这些人非常的少 简中的公知 职人 反贼 民斗 轮子 这些圈里的人 有相当一部分人 有相当一部分人 这个圈里的 属于呢 乌友 这个乌友是啥呢 就是支持乌克兰 挺美反中 其实呢 这里边还有一些人 这些人呢 在这个圈里呢 大概是能站上 能站上三分之一 或者四分之一 传统的保守派 支持共和党民粹派 他们呢 是支持俄罗斯的 他们支持俄罗斯是啥呢 我们管的叫挺俄反中 就是支持俄罗斯 反对中国 认为美国呢 应当抛弃乌克兰 然后联俄抗中 这个论点呢 就是川普那一派人 特朗普那帮人呢 他们的论调 这些人宣传普京呢 把普京吹上天了 把普京吹上天了 说普京能力有多么强 多么强 多么强 然后呢 普京能力是超过 那谁的啊 就是硬衬了 这两拨人都喜欢硬衬啊 这两拨人都喜欢硬衬 一帮人呢 把普京呢 硬衬成一个大独裁者啊 大独裁者啊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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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大独裁者 然后什么事都控制不了 打仗打得一败涂地 打得一败涂地呢 硬衬到谁身上呢 就红枪密屎 就成天聊这个了 就是乌友这帮人的 喜欢玩这个 然后呢 挺额反中的这些民党 这些老宝们 他们喜欢干嘛呢 也是把普京啊 吹上天 把普京吹的啊 多厉害 然后这个人呢 什么事都都都都能做好 然后呢 硬衬谁呢 硬衬红枪密屎啊 红枪密屎说 谁谁谁谁谁 能力不如他 怎么着呢 被被普京玩 弄于鼓掌之中啊 就类似这种东西 就类似这种东西 所以这两拨人 都是反中的 这两拨人 这两拨人都是这些 就我不管叫 公知职人 反贼民都是轮子 只是呢 他们的立场不一样 他们的出发点不一样 但是他们的结局 都是一样的啊 都是这些反贼 所以大家呢 你看到他们的论点 就不是说 这个人支持俄罗斯 那一定是朋友 不是的 你得看他支持俄罗斯 他因为什么支持俄罗斯 他拿支持俄罗斯 通过这个怎么怎么怎么来 或者呢 有人说啊 这人支持乌克兰 你可以支持乌克兰 你可以支持乌克兰 你得有一个那什么 你得有一个立场 你支持乌克兰 你说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 可以 但是同时 你要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 美国入侵南联盟 美国入侵第三世界 然后你也要同意对美国的全面制裁 这是可以的 对不对 这是可以的 所以呢 我们就要欣赏一下他们的表演了 欣赏一下表演 那就有请 简中乌友啊 简中乌友就是乌克兰荣 要乌克兰高于一切 已经打到北海边上了 北海在哪啊 贝加尔湖啊 马上要打到北海边了 马上沿着这个西伯利亚大铁路 打到海参崴去了 跟他们这些 跟他们这些走散的兄弟们啊 又会失了 怎么回事啊 乌克兰远就是俄罗斯远东 这些城市 比如说弗拉尼沃斯托克 就是海参崴嘛 哈巴罗夫斯科就是伯利嘛 布拉格维申斯科就海蓝炮嘛 这些人呢 他们是他们这个祖先呢 应该是西乌克兰 就是当年俄罗斯帝国 1850年代到1870年代 陆续迁徙到这个俄罗斯远东地区的 也就是说这些人 他们的老祖宗 他们的老祖宗呢 是西乌克兰 但是我们知道一点很有意思 就是普京这次招兵的时候 这次就是他不搞那个部分动员嘛 招兵的时候参军最踊跃的 当兵最踊跃的 就是远东这部分 就远东这部分人 所以我刚才开了个玩笑 说乌克兰马上要打到 威加尔湖了 就按着这些简中无有的这些宣传 可见他们宣传有多么不靠谱 那可惜的是呢 我们看到乌克兰在前线作战 天灵盖撞狼牙棒 然后牺牲非常的大 但是他转到他们这个 就是简中无有这话呢 话锋一转说乌克兰英勇战斗啊 已经是军事强国了啊 军事强国了 之前呢 我们之前有谁呢 有我们的三哥 说他们是世界老三 美国苏联 两个大哥 让他世界老三 后来呢 又有越南啊 越南说 他们成世界老三了 这两个呢 分别在1962年和1979年 那被揍了一顿啊 揍了一顿 自己就明白过来了啊 原来我不是世界老三 世界老三是那谁啊 就这么回事 然后呢 在他们这些 这些简中无有的眼里呢 美国第一 乌克兰第二啊 俄罗斯和中国呢 那分分钟都要完蛋的 在他们眼里就是这个 所以呢 有些东西呢 你看着呢 理解就好 其实这些人呢 给我一个感觉是啥呢 有很多人呢 平时的时候呢 是正常人 但是一到就是说 评论乌克兰和俄罗斯 这个事的时候呢 脑袋呢 就不够用了 脑袋就被驴踢了 脑袋就属于一种失忆的状态 咱们举几个例子 咱聊一聊啊 尤其是这个瓦格纳事件之后 普里格金清军策之后啊 头一天 这些人在网上 在简中这个圈里 是最嗨的 知道吧 他们都都跳起来了 啊 普京都完了 我们要胜利了 Slam Ukraine 就这个 首先呢 咱们看一号选手啊 一号选手就是大公之安提 你要是到蓝鸟上 你就找这个安提 Michael安提啊 就安提这个人 他呢 就是一个大公之啊 这个人呢 在蓝鸟上呢 指点江山了 他这么说的 说呢 万一呢 俄罗斯真分裂成三部分 俄罗斯军队 瓦格纳和车臣 中国呢 应该考虑帮助管理一下远东和海参崴 这个东西说 中国能不能帮助管理那个远东和海参崴 其实其实这个事呢 咱这么说啊 之前的那个入关学的山高线呢 曾经呢 有这么一个假设 假如说 这个这个俄罗斯一旦不行了 开始崩溃了 开始分裂了 那么中国就应该果断出击 把乌拉尔山以东的西伯拉地区全干掉 就是全拿下来 拿下来之后 等于什么 跟西方对抗 赢是 如果赢不了 那也不会输 因为有这么大的资源 这是山高线的 这个安提呢 你看你看 俄罗斯分成三部分 俄军瓦格纳和车臣 这就非常不靠谱 俄罗斯军队瓦格纳车 只有说他对俄罗斯的了解是非常不了解 然后中国应该帮助管理远东和海参崴 我就我就想你这个格局怎么小呢 安提是个什么人呢 他是在他是在中国搞资讯的 他是资讯界的红人 能不能是资讯界的大佬呢 应该不是 但是呢 他底下有一个 有他他之前工作的有一个公司叫财新嘛 大家如果听说过这个公司到底是什么 就知道了 他是呢 西方培养的 然后呢 在哈佛大学呢 当过研究员 然后呢 又到处去演讲啊 他这么一个人 他这么一个人 就西方培养 就之前我们说那个谁 比如赵通啊 这类的人就跟这个安提差不多啊 就是说西方那圈里的 这个人你说 你说你搞资讯 你就搞你资讯 但是他这个水平 说俄罗斯分三部分 管理什么远东海深海 这里有点像啥呢 之前我说了 那个谁 黎秋香 他说什么 说东盟还能成为一级 然后游走于这个 这几个超级大国之间 然后可以这边吃点 那边吃点 其实他比这个黎秋香还不 还不靠谱 说分三部分 哪怕就说俄罗斯真陷入内战 真陷入这种 你就说俄军瓦克纳车臣 这种内战的话 那你首先考虑的 难道不是核武器吗 你首先难道考虑的 不是应该是全球治理吗 你做资讯的人 你做资讯的人 人家来这给你资讯 你去给人做投资的话 如果俄罗斯出现这个问题 作为中国 这个这样一个大国 这样一个责任 首先不应该考虑 核不扩散吗 首先不应该考虑 核武器花落谁家吗 你怎么去管理这核武器吗 然后你还说什么 管理什么远东和海深崴 我就给我 给我一个感觉 就是什么呢 这个人当他一聊到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时候 马上他这个道德评判的 直接了当的 就掩盖了他的理性 使得这个人呢 就脑袋马上就开始短路 马上就开始缺氧 就这么一回事 其实这个呢 还不是最雷人的 前天这个 这个这个谁啊 普里格金刚清军策的时候 我跟你跟他这么说 他在朋友圈 就自己那个微信的朋友圈 发了一大堆 不知道 就是说我跟你读了之后 你都可能会吓一跳的 那些东西 这些东西被人截图 然后放网上去了 怎么回事呢 咱咱欣赏一下啊 头一个呢 是这么说的 除了导航数据 证实总统专机 和两架喷气室政府专机 哎呦 什么叫喷气室政府专机啊 喷气室政府专机 飞往圣彼得堡之外 另外也有报道 梅德维杰夫 全家乘直升机 撤离莫斯科 安禄山还没有来 大家就都撤了 你真不如泽连斯基啊 人家是人在基辅在国在 所以乌克兰才坚持到今天 这这就是很典型的这种 就是说 你一边给造谣 一边搞红枪秘史 一边玩这个 玩这些小媒体的小花火 然后呢 你还吹一波乌克兰 就这个 这简中乌有的非常典型的东西 但是安替你作为一个资讯 资讯公司的 可以说资讯公司的一个 一个红人 你平时给人就是说 资讯就是说 你怎么就是说 到哪去赚钱去 或者这个地方有什么风险 就这水平 就这水平 一聊俄罗斯乌克兰 就这水平 你看这东西什么东西 后面还有一个 他说呀 安鲁山战报 安鲁山战报 安部大赦南军总部 城市罗斯托夫的监狱 囚犯纷纷感恩 决定加入安部 敬难卫国 哎 这这 后面还有一句啊 这这我已经 我已经受不了了 安鲁山战报 先锋部队离京师 只有四小时车程 当地守军一路 加入安部 敬难在即 另报 总统专机和政府专机 以及私人飞机 纷纷撤离京师 飞往陪都 圣彼得宝 这就是一个做资讯的啊 这就是一个做资讯的 这是一个哈佛的一个研究员 这就是西方培养出来的 大家会看一看 他这这叫什么水平 这个水平我现在都笑场了 我真受不了了 就这就这东西 这还做资讯 我如果我的公司在他这块做资讯 我我是不敢把这个钱放到他这块的 太可怕了 就这个 哎呦我的天呐 然后呢 有请我们二号选手啊 二号选手呢 是老汉奸李建盲啊 李建盲 这个李建盲呢 分析俄罗斯呢 分析的是头头是道啊 简中乌有代言人 你看他说的什么话啊 他说啊 几架武装直升机就能干翻车队 但是依旧让他们大摇大摆的高速开往莫斯科 直升机攻击都没有出现 这确实是一件怪事当然是一件怪事了 这暗示普京和国防部已经调动不了部队 起码调动不了空军了 我怎么我怎么评价这个话呢 首先这个人就是一个军忙啊 这个人就是个军忙 首先直升机呢 他不是空军的 直升机是谁的 是陆军和特种部队的 陆军主要是陆军和特种部队的 然后为什么不开火 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明白 为什么瓦格纳在出莫斯科的时候 这个俄罗斯这边不开火 是不是没有兵 不是没有兵 关键点是什么呢 首先呢 在战争当中 无论是你用这个空天军的飞机 无论是你用这个精确的这个制导炸弹 还是个直升机攻击的话 你能不能做到百分之百 我可以告诉你 你不能做到百分之百 你做到百分之二十你不错了 告诉你做到百分之二十你不错了 哪怕是精确制导炸弹 那百分之二十可能你都做不到 然后呢 瓦格纳瓦格纳在什么地方 瓦格纳在什么地方 在高速公路上 高速公路上还有其他的平民车辆 其他的平民车辆没有出散 他们在高速公路上走 然后你就打 你就随便的给我开枪 是不是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他经过的地区呢 是人口密集区 你想想打仗 你真就要真要去打 俄罗斯有没有那么多的精确制导炸弹呢 我个人认为我个人觉得是没有 他们很多东西呢 扔的那是凭借惯性的铁炸弹 你就是说最娴熟的飞行员 最好的这个直升机 这个这个这个机师 能不能到时候这些炮手 能不能做到百分之百 肯定做不了 做不到百分之百 瓦格纳集中 瓦格纳这个经历的经历的地方 有大量的平民车辆 有大量的平民的这种居居区 你去打他们 你去打他们 瓦格纳在干什么 绑架普通人给普京出难题 然后呢 就是让普京干什么 如果你要打的话 你要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 但是我们看到了怎么着 我们看到了普京在处理这个事的时候 不仅雷厉风行 快速的解决掉了 同时呢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然后呢 还平衡了俄罗斯国内的这些事 所以你就看到 就是说 这些人在分析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不经过他的场景 你不去分析他的场景 你就随意的给我猜 随意的给我编故事 没有意思 知道吧 没有意思 如果你真要想分析这个东西 专业点 第三号选手啊 三号选手是谁呢 我们的江峰啊 就江峰时刻那位啊 这个人呢 喜欢硬衬 什么叫硬衬呢 就俄罗斯发生的事呢 他永远会硬衬到什么海里边去啊 海里边去 红墙觅石里边去 咱老大那几个人当中去 你看他说了啊 说普京呢 逃离了莫斯科 再无一人世难而 真是真是 真是我受不了了 瓦格纳距离莫斯科 仅八十公里 俄军 国防军纷纷倒戈 俄百姓 单石湖江 以营囚犯军团 为什么叫囚犯军团 我给你起个好点的名字 叫行途军团 那如果你读过中国历史的话 当年啊 陈胜吾广的军队啊 陈胜吾广军的势如破址 结果他手下的一个部将周文一路 十五万军队啊 直接了当打到立山脚下 这个时候秦二世就急了嘛 派谁呢 派大将军张涵带着七十万行途军 直接了当的 就直接了当把他们打败了 对不对 这是行途军团 你别囚犯军团起个好一点的名字 叫行途军团行吧 然后呢 这么说的 他开始应称了 普里格金的背叛啊 他应称什么呢 应称某个国家 然后红枪秘史谁谁谁身边 宫廷政变 谁谁谁的图子 是不是下一个普里格金就这 就这就这个水平 知道吧 就这个水平 那我现在就问了 谁是拜登身边的普里格金 是布林肯还是沙利文 怎么回事这是 你说点美国行不行 你别成天扯这些红枪秘史讲故事 行吧 烦了 然后这还有一些 就是说水上不打地的这些人 就很普通这些人 比如说说什么 普京呢 哎 逃到了厄瓜多尔啊 逃到了厄瓜多尔干什么呢 加入到了走线大军 就疯了 这是 然后呢 丢下军队跑了 然后大人时代变了 我说你疯了你 然后把侵略者呢 这这这 他们有些人说把侵略战争打成 魏国战争 还是再打成内战 这就是这个 然后又是红枪秘史了 然后呢 我们看到呢 咱普大帝呢 就把这事解决了 把这个事解决之后 这帮简忠乌有乌有呢 马上就捏了 马上就蔫了 马上又开始随着美国的论调 说俄罗斯不行了 俄罗斯要分裂了 就这个 就这个 就很扯淡 你知道吧 然后呢 他们捏了之后呢 你方唱罢 我登场 民斗的 保守派这些民斗 挺额反中的这帮人又来了 比如说代表人物 魏京生 魏京生在蓝鸟上 我就不去不去读了 他就他他说了些什么东西呢 说普京多厉害啊 普京多厉害 神通广大 神通广大 然后比那谁厉害 因为这个 他能玩弄那谁 于鼓掌之中 玩弄拜登 他玩弄谁啊 怎么搞的这事 你就说 这些人呢 无论他的出发点是什么 你说他出发点是乌克兰也好 你出发点是俄罗斯也好 他始终的这些人呢 可以给你应称到中国身上 始终的可以给你应称到 就是说 最后还是说 中国要怎么着 不行了啊 中国不行了 中国要完蛋了 然后成天 他们这些人就搞这些东西 你他的出发点无所谓 始终只要能给你 应称到中国身上 应称是他们 他们反对的那个 那个主那块 最后呢 就是这个结果 所以呢 这些反贼呢 永远都是反贼 你不要看他们的立场是什么 你要看他们针对的是谁 你要看着他们用 无论是乌克兰也好 无论是俄罗斯也好 这都是他们的工具 他们用了这些工具之后呢 他会应称到 比如说 他们想要反对的那些人当中 这就是说 他们反贼的本色 与他们支持谁 这个东西啊 不相关 关键是啥呢 他们会利用现在的时事 利用现在的事 然后呢 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这个东西 大家呢 一定要观察到 这个东西呢 大家呢 要始终保持警惕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呢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